据介绍 事发当时是早上5点多 天刚大亮 双方在路口中间相撞 出租车前杠撞掉 微型面包车侧翻在地 出租车驾驶人说 当时路口刚变了信号 他车刚起步 没想到这辆微型面包车突然横着出现在他的眼前 原来事故发生时 微型面包车也是绿灯刚起步 和出租车是相对行驶 准备在路口左转 出租的前杠撞到微型面包车两门之间 微型面包车失去平衡 侧翻了 微型面包车的驾驶人说 他之所以没让执行是判断失误了 我现在他起步 我起步 我冲一点就快过来 没想到他也挺冲 我也挺冲的 这玩意就是赶的 这玩意不是说这点挖挖 绿灯过庭上之间 男人说定家过车 我也不能走 就同时起步 我冲一点 快过来就完事了 交警来到现场之后 认定微型面包车一方负事故全部责任 大家一起上手把微型面包车正了过来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走 这点啥事吧